在刚起锅的明太子法式炒蛋旁 放上自制的可乐饼和优格 旁边的南瓜沙拉 上面淋的是蓝莓油醋酱 厨艺界的业余老板 把天马行空的巧思投入菜色中 一般早午餐店 就是不会有南瓜这种东西吧 就是比较洋生 这一味让店内几乎坐无虚席 不过如果你还想要点些别的套餐 很抱歉 没办法 因为菜单上就只有这一道菜 就觉得很特别 就是它跟其他餐厅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它这一种菜单 为了做好食材控管 只有1号菜单 每10天更换一次 反而给了顾客满满的惊喜感 我下一次的餐 他不知道是什么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下一次的餐是什么 那变成他们会期待 好 帮你上餐 谢谢 店员送餐上桌的竟然是一卡皮箱 到底里面装了什么呢 打开来看看 打开来里头满满的薯条 鸡块 美式套餐 原来行李箱是店内的造型餐盘 我先拍 拍完了 拍完才开始吃 对 才开始吃 嘴巴还没吃就先拍照拍饱了 还有工具箱内的汉堡 也来自老板的创意 大家来吃饭是一个很快乐的一件事情 那我除了在餐饮这部分 我想能增加一点好玩的元素 让大家能够来这边 除了吃得开心也可以玩得开心 早午餐越来越夯 想要顾客上门 好吃的菜色固然重要 但店内的特色更是一大卖点 记得黄建英路影艺台北报道